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说 有时间没问题 您父亲那儿 就我对亲 我保证 怎么把老爷子从家接走的 就怎么把他从慈善中心送回来 您放心吧 就是我亲爹 对对对 你忙您的 不说了 赵总 在家 喂 爸 什么事啊 哦 我呀 刚好路过你们公司 知道你没时间回家 我这顺道来看看你 我这忙着呢 哎 我以为什么大事呢 我跟您说好了吗 爸也说我回家看您 我在外边呢 要不 你等会儿 我一会儿就到公司了 啊 不着急 不着急 你开车慢点啊 爸 爸 啥事啊 我这急着开会呢 是 胖了啊 来 这咱们家自己种的酒 拿着 哎呀 我这是去公司 不要 你要没事 你赶紧回家吧 我这忙着呢 因为像您似的 走吧 哎 这里边六 有时间吗 没时间 要缺钱 给我打电话 走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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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您怎么来了 哎 没事 这不是路过吗 顺便来看看 嘿嘿 你都有五个都也没回去了 吧 有 你看 还真是 这一忙都忘了 过完年就一直在忙 哎 那这周六呢 这周六 答应治国带彬彬彬去他爷爷那儿了 来回机票都订了 您有什么特殊的事吗 哦 那倒没 没 没事没事 哦 对了 这是给彬彬的 爸 彬彬早就不玩这个吧 他天天缠着我要苹果 苹果你要就给他买卖 那苹果刚多少钱呢 爸 你别舍不得花钱 这苹果不是那个苹果 您不懂 我哥回去了吗 没有 你们都忙 爸 他没什么事 我就回去上班了 您也早点回去吧 爷爷 喂 你怎么来了呀 我呀 路过 来看看你 烫了 哎呀 爷爷 你真不会说话 真正顺便不爱听了 嘿嘿嘿 来 这都要 哎 等一下 喂 喂 真的 你确定是周末的票吗 哦 太好了 爱死你了 爱死你了 那我现在去找你 嗯 好了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还有点事 我有空再去看你啊 嘿嘿 哎 我说老东西 今天呢 我去看孩子们了 都过得挺好 这彬彬呢 也喜欢吃水果了 天天让秀莹给她买苹果 彤彤呢 也长成大姑娘了 漂亮了 嘿嘿嘿 哎 哎 健斌呢 也胖了 好了 睡吧 啊 生日快乐 老东西 哎 是时候了 老东西 我也坚持不住了 为了孩子们 我就只能给你过这52个生日了 要嫌少 下辈子 再多给你补给个 来送你了 您的信 你信 哼 这年头 还有人寄信 你信 剑编 这是爸爸给你写的第一封信 也是最后一封了 看到这信的时候 我已经和你妈妈重逢了 想想和你妈妈生活这50年 我们最大的幸福 就是有你和你妹妹 后来 你把秀梅带回家 我和你妈妈都很开心 再后来 你妹妹也成了家 家里人一下变多了 呵呵 再后来 又有了童童和兵笔 就更开心了 就更开心了 可是 人虽然多了 家里 却只剩下我和你妈妈了 更开始 我们盼着你们 一周回来一次 后来 变成一个月回来一次 你妈妈走后 就变成一年一次 知道你们都很忙 没时间 而我有大把的时间 所以 我偷偷在你和你妹妹 下班路过的地方卖菜 呵呵呵 这样 天天都能看到你们 你们每个月给我打的钱 我都没动 加上我卖菜赚的 都存在折子上 我就一个人 花不了什么钱 折子放在床边的抽屉 密码是这周六 你妈妈的生日 爸爸不爱说话 今天多说几句 以后也听不到了 你们也别怪爸爸走得匆忙 爸爸实在不忍心拖累你 我的时间也该到了 是时候走了 早走晚走都是走 我就提前给自己办个特快票 在你妈妈生日这天去陪她 给她个惊喜 有她陪我 也会开心一些 请原谅爸爸的支持 再见了 我最爱的孩子们 快点掌握 不过她的孩子们 怎样的孩子 甚至少 我都是欠伤的 我都应该要看她 我叫你 你比例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